进入巷山的单行道部分以后 难度就慢慢上来了 狭窄的河道里不断很难挫车 对于路线的选择局限性也很大 再加上连续几个小时的降雪 路面是变得越来越湿滑 好在木马人的悬挂行程 能够在大部分情况下保证我们的轮胎抓地力 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的轮胎都不会太出现打滑的情况 但如果遇到了比较高的台阶的时候 还是需要限制一下轮间的差速 我们的轮胎都不会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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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雪越下越大 天也渐渐变暗了 本来在河道中很难找到的行进方向 在乱石镇的加成下 变得更加难分辨了 这时候还真挺怀念在卢比田小道里 有些反光地标的 那些反光地标的 又大概开了十几分钟以后 随着日落呀 这气温也就慢慢转凉了 本来不能流下来的积雪 渐渐的在路面上 形成了一层薄膜 这就让使用这AT胎的GL 损失了一定的抓地力 大它的硬色 一般的硬色 大是在路面上 大也不容易 入口的硬色 所以它就行 二层薄膜 一般的硬色 从这边来运行 大也不容易 三层薄膜 二层薄膜 当天基本上我们接近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我们又到了象山这里因为狭窄而出名的恶魔的口袋 Devil's Pocket了 好在呀 这里对于车身脚窄的木马人来说 并不算太难 好 通过这个狭窄的食份 通过上之后 我们稍微往南一拐 就能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露营地了 这个露营地可以说在象山地区里面 算得上是环境最好的营地之一了 因为周围都是高耸垂直的石壁 能让人形成一种在天坑里露营的错觉 豪华动静房 哈哈哈哈 这营地不错